这个发型我觉得纯纯是一个背影杀手 就你们正面看是这样温温柔柔造型 但是背面看呢又超级精致 首先呢先分出两边前额三指部分的头发 把其余的部分呢这样别到耳后 把这两柳头发呢再靠近发尾的部分 用一根小皮筋给它这样扎紧 然后由内到外的这样套圈 把它们拧成一个像这样比较有纹理感的麻花 接着咱们去耳上两指的头发 把它们这样往上抓 扎成一个半高马尾 再扎最后一圈的时候呢不要全部扎完 这样留一点小啾啾出来 然后你们看哦把前面扭好的这两柳头发 这样往后反套 如果头发短的妹子这样就卡住了 像我一样头发比较长的呢 可以这样再翻转一圈套回这个啾啾上 然后再翻转一圈再就把它这样套下来 这样从侧面后面看就很温柔的一个半丸子头 而且侧面头发有很好看的这种纹理感 同样也是可以用一些发髒啊发夹啊 别在上面去做装饰 非常适合约会见家长 真的是父母长辈跟对象 那也十分比想更快 接着你来看 际